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我是余美仁 那麼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可以說是群情激憤的一個主題 也不敢相信有人做這麼白目的事情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我們的醫藥記者 洪素卿小姐 大家好 還有是我們的資深護理師 陳麗華 大家好 還有一位是資深的急診室病人 胡孝成先生 大家好 還有我們非常感動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急診科的醫師 盧麗華盧醫師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外科醫師 劉曉東 劉醫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為什麼我說是這種畫面 讓人看人情情激憤呢 請看一下我們的新聞畫面 穿著藍色制服的陳姓護理師 才剛踏出急診室 就被一拳打中頭部 白色上衣男子緊緊架住他的脖子 又抓又打 後面一大群人也跟著被拉扯出來 看得出有人幫忙拉開 也有人猛往陳姓護理師揮拳 兩個巴掌 那麼陳姓護理師當然覺得莫名其妙 完全沒有被勸服 所以甚至於追打我們這個陳姓護理師 不只男的連女的也跑出來 抓住這名陳姓護理師 一路打到第二輛救護車前面 甚至一名穿條紋洋裝的婦人 也衝過來 朝護理師就是猛踹 五個人打一個 幼兒有約三公分的撕裂傷 左臉頰也被抓出紅腫痕跡 手臂也有抓痕 被打得陳姓護理師輕微腦震盪 現在無法工作只能在家休息 怎麼會料想到只是幫病人處理傷口 就被賞了兩巴掌 還被五個人毆打 13號凌晨一點多 陽性男子右手臂遭鐵片割傷 在家屬陪同下到急診室就醫 陽性男子的媽媽疑似不滿 澄信護理師的態度 就找了陽性男子的姐夫 姐姐 還有哥哥和阿姨 一家六口就有五個人動手打人 只有站在一旁的阿姨看傻了 那個媽媽就認為說 護理師可能動作太大 動作太大 所以就造成她小兒子可能不舒服 有提出來然後說要做投訴 甚至有大聲咆哮等等的情勢 陽性男子一家人已經被警方約談 誠信護理師也打算提出告訴 辛苦值大夜班 竟然遭到毆打 要幫護理師討回公道 好 討回公道我們有法律的對不對 法律不夠我們也可以修法的 不要用這樣的方式 有人說這應該把它當成準現行犯 不然呢 對 我覺得我對我們衛福部部長的發言 覺得很好奇 他說發生這種醫療遭受暴力欺負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把它當成準現行犯 那個叫做現行犯 因為他已經打人了 所以第一 他是現行犯 第二 現有的法律其實你就可以告他 包括傷害罪 可是我覺得這邊這樣是不是足夠 因為你看剛剛那個 我覺得態度上問題很大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難理解 你看到那種毆打的場面 第一個會想說 他到底幹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 以前通常這種都是你偷人家的老婆 或者幹嘛 才會被打成仗 就是如果仔細去了解說那天發生什麼狀況 首先那個男生是手被鐵片割傷對不對 然後來了 然後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通常以前都是 比如說我叫個救護車 然後救護車送來 不是 他們自己來 自己來就是按喇叭 你究竟才是得來術還是檳榔灘 你會發現剛才被打的那個護理師是男生 男生的護理師 其實最近幾年很被愛用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這種比較相對 有時候比較需要有力氣 或者相對我們覺得風險比較多的科比 真的要有男生 對 真的需要有男生 想不到這是連男生在都鎮不住 而且這不是單醫事件 說很久才一次 如果根據我們衛生福利部的統計 光是我們前年大概一整年 就有超過200件的 有通報的醫療暴力事件 所以你看醫院是多麼危險的地方 平均每一天就有一個醫療人員被打 所以請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到我們的臉書去投票 您贊不贊成 凡以後有毆打醫療人員成為屬實 事實的時候 健保給他停三年 贊成的請去臉書 加1加1就一直給他按下去 知道嗎 有超過500人 我們就可以跟立委提案了 好不好 再講一遍 毆打醫護人員成為具體之事實 健保停他三年 真的 這樣比較快 現場有人反對嗎 沒有 加100可以嗎 加100 馬上號召1000人 不是 你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情緒性的用語 對不對 你為什麼這樣的態度 可以享受這樣的一個醫療資源 你沒有珍惜這個醫療資源 我跟你講 現在的病人 我必須說大家要互相的尊重 就是我尊重你的專業 你是醫生 醫生也是說 我同理你的情況 我覺得你這個疾病很值得我同理 但大家不能太超過 你知道現在的病人 除了這個揍人之外 我覺得 之前有一個很離譜的投訴案件 我也覺得很想笑 他就搞得整個台中市的醫護 非常的不快樂 就是有一天台中市的醫護 就收到了醫師 衛生局來的一個公文 跟大家講說 大家以後要注意 這個醫護人員 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現在這個染髮這個行為 染頭髮這件事情 這個是不符合醫療專業的 你要盡量做到顧客 顧客的滿意 連衛生局都覺得 醫生應該要把病患當顧客 來顧客滿意至上 說一句實在話 是怎樣 頭髮染色是不能幫你當醫生嗎 為什麼你覺得金頭髮的醫生 幫你醫醫要比較多錢 盧醫師你染回來 你怎麼染成這樣 太時髦 染白色 這個被病人染了 就是你看現在的病人 連醫生的頭髮顏色 他都可以去投訴 是 問一下 你有在急診室待過嗎 有 有遇過暴力嗎 其實我在急診室遇過 在我自己開刀房也遇過 我們是從急診打到開刀房 都有 但是我要講的是在急診的部分 其實急診部分 我常常講 醫療有兩種 一種是真的奧客 一種是假奧客 那真的奧客 其實我們排除掉 他是喝醉酒的 另外一種就是他有失智的 那真正的奧客就是 你怎麼做都錯 其實他根本不會 你怎麼 就算你跪著幫他換藥 他也是覺得你錯 那急診最常出現的衝突 就是五級 我們說急診 急診醫師在這裡 他也知道 我們急診分五級對不對 其實我們真正的那種假奧客 這個奧客也有分五級 第一個就是我的最急 對 第二個就是有後台也很急 第三個就是拳頭印也急 對 那第四個就是 我等很久 醫師等很久 掛號等很久 報告等很久 抽血也要等很久 所以也很急 所以他火氣也來了 那最後一種 就是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 別人的都不急 就是這五級造成我們急診的暴力 或者是醫療暴力 包括門診也會被罵 我們門診護士也被 我學妹被打過 也有三次到兩次 就因為他先讓他看 他不是先讓他看 肖誠哥很厲害 他會Google 他會搜尋 他知道現在看到12號 對不對 他是掛30號 他就先去走一圈 然後等到20幾號再來 結果那個阿伯從早上 就等到現在他掛40號 他看到肖誠哥來 馬上就大吼 你怎麼可以讓他插隊 結果因為他是名人嗎 他是名人嗎 他是怎樣 他就往我學妹打下去 剛剛講到您說 這個事件有很多嗎 對不起 這個都沒有通報的 這是不會通報的 我自己手上的資料 是從98年到103年 104年沒有 我目前沒有104年資料 我們發生的醫院的暴力事件 就是光被打被罵被疤 然後侮辱3000多間 可是實際上成立的只有11間 所以我想問一下 在急診室裡面 會產生這種暴力的原因是什麼 喝酒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因為我在想如果急診室 如果把這些喝酒的病人 都除外的話 其實我想台灣國內的 急診室的醫生絕對是夠的 所以是不是警衛就可以把喝酒的 擋到外面了 也是不行 不行 因為喝酒的人也許他 也真的還有傷病在他身上 他表達不出來 所以你沒有辦法分辨之前 就不能阻擋他 但是其實我們這些喝酒的病人 常常是造成我們急診很高的成本 就像說他來 他一個小的縫合的傷口 健保幾乎可能只有幾百塊 但是他一進來 他就給你吐得亂七八糟 跟他清潔費的 我們怎麼這麼急 清網縫好 他一下又 因為喝完酒 他有利尿的作用 他又要小便 然後又要叫警衛什麼 一大堆人要去幫他的忙 又怕他跌倒 所以這些成本都很高 而且這些喝酒的病人 他常常身體的狀況 他在急救的時候 所耗費的成本也會高很多 實際上我們初估 像一個有喝酒的病人 他在急診所耗費的資源 可能三倍 五倍都不止 但是健保的給付卻全部都是一樣 而且這個應該是叫家屬應該要自揮 不應該 有健保給付 有健保來給付 尤其醫生就覺得最 就是他覺得說 我交了那麼多的所得稅 然後給這些人來消費我 然後叫我晚上都不用睡覺這樣 所以你知道我們很多補助 有排付條款 健保補助要有排罪條款 喝醉的罪好不好 OK 不然怎麼辦 這樣子說起來 其實喝醉酒的 在急診室的比例非常高 這種事情 而且我常常都有在講 還要留院 還要給他打點滴 沒錯 而且你知道嗎 通常我們一個病人 你說像孝辰哥來 他可能一個人 可是如果今天是個喝醉酒的來 我們要兩個護理人員 還要再加兩個志工 各位說為什麼 因為我上次真的親自被打 我們當時是九個人還被他打 還是被打到 真的 那問一下 劉主任 你是在三軍總醫院 有人敢在軍醫院鬧事嗎 對 同樣 陸海空 隨便拍一個錯他就死了 是 而且那個年代 憲兵是很強悍的 對 一樣是疼痛 那一個夏天 中年人 他騎著數克打 滑倒了 全身都是傷 尤其頭上有一個獵傷 就到了三軍總醫院急診 他呢 就大剌剌的走進來 直接就走到診療室 我們那個檢商的小姐說 先生 看病請先掛號 唉唷 不高興了 立刻抓起 手邊的那個桌上的電話 就往他頭上甩 還好那個電話有電話線的 快要到了 崩 掉下來 還好 人事沒受傷 他就走進去了 坐在診療室裡面 一看 頭髮都是沙子 需要洗乾淨 他就用了非蘇得美 壓壓壓那個 洗起來會有泡泡 那個沙子會洗得比較乾淨 就這麼下去 揉了兩下 傳出一陣殺豬聲 啊 好 這一聲不得了 好像泰山叫了一樣 後面衝出來二三十個 穿黑衣的小弟 就這樣進來了 然後把這個診療室團團圍住 那我們所有的人都跑出去了 天啊 叫小家拜還敢帶小弟 拜託 他就是 洗個沙子就叫 是 小弟多他才這麼囂張 但是我們那個 減傷的小姐也不是簡單的 下面有一個按鈕 一按 憲兵弟兄就來了 憲兵弟兄在下午呢 是這個練身體的時候 穿個紅短褲 上衣沒有穿 就一下也來了二三十個 兩方對刺 黑衣人對紅短褲 那寺官長當然 不能這樣講啦 就紅襪對那個 紅襪就洋雞嗎 沒有 然後寺官長在前 往前 試探了一下對方的虛實 退後兩步 我問他你怕他嗎 他不是 對方有帶傢伙 我們不能好漢不吃眼前虧 對 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走到了減傷分類站 拿出了那個軍機 那個軍機需要搖的 一搖 公管憲兵隊 我們這邊有狀況 派兩卡車憲兵過來 記得要帶機槍 因為要震爆 因為對方有傢伙 火力要比人家強 裡面的那一位 剛剛殺豬的這一位 拉開了他的電話 那個年代 最好的電話叫做黑金剛 黑金剛 可以釣魚的 因為那個線很長 講講講講 原來他也在釣救兵 他的救兵過了不久 來了 來幾個 一位大哥 這個大哥聽了還蠻明理的 他說那就拜託了 就拜託了 他就一個人走到診療間裡面 那裡面黑壓壓一片 我們都看不到 只聽到了兩個聲音 啪啪 這個不是音效 這個是當時真正是啪啪兩聲 所有的小弟就退到外面去 抽菸的抽菸 等待了等待 應該不是拍手擊掌吧 打到什麼東西的 應該是送了他一千塊 一個五百 一個五百這樣 打了誰 他打了誰 那一位 殺豬的 被殺的 好 講完了之後 我們這個李醫師 因為答應人家 要好好幫他治療 對 他就戴著手套 卻生生的進去 把他縫合了 縫合了之後 這一位先生 就沒有再做任何 反抗 反抗的 而且錢也交了 還謝謝就走了 我們這位李醫師 手套還忘了脫 他就看著天空 看了幾分鐘 突然講了一句 糟糕我忘了 剛剛忘了打麻藥 所以同樣是碰 當時還有倫理 對 大哥在的時候 洗沙子都喊的 縫的時候都沒有喊的 有時候其實是 真的要有長輩出來 把這個場子給鎮壓了 坦白講 他們這種在處理事情 他會有那個備份 一定他有那個實力 墊出他的那個備份 不然他講出來的話 沒有人進 以後他也不要混了 對不對 我們以前那時候 大學的時候 修新聞撫系 還去訪問了一個大哥 結果我們就 約在一個餐廳採訪 然後結果後來 有人來跟他打個招呼 然後走的時候 我說我們有費用可以付 他說不用 剛剛那個是 上環的兄弟已經付了 然後我們想說 上環是哪裡 香港有個上環 然後後來我們就說 我們問了一個 人生罪250的話 因為那個大哥 四十幾歲被我們採訪 那些人感覺也是 跟他差不多年齡 我說請問那像 剛剛那個幫你付帳 那些人也是大哥了嗎 然後他就笑一笑 做我們這一行的 如果四十幾歲還沒死 都是大哥 就早就應該已經要拚到 已經不知道什麼 對不對 刀子什麼紅的 白的進黑的 可是你說的真的是 人家剛剛真正的大哥 真正的勘戰 是真的不會像那個殺豬的一樣 因為之前有一個 某醫學中心的急診室的護理師 就跟我說 他就遇到過一次 他說那一次 就是說他們常常來 要不就車禍 因為他們是很大的醫學中心 要不然就車禍 斷腿的幹嘛 所以常常有這種很重的症 所以有些人其實你去那裡排 要排很久才會輪到你 因為一來處理這種事 他的印象中 他說他那天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有一個人 他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等了很久 臉色看起來就略顯蒼白 然後他那個時候 有一件外套就蓋在他的 他覺得他就蓋在他的背上這樣子 然後就坐在這裡 這個姿勢 然後臉色很蒼白 一直坐著等 也沒有多話 就坐在那裡等很久 其他這種帶小孩來 已經吵很久 到底輪多久才輪我小孩 旁邊發燒的一直嘰嘰叫 終於大家都快處理到一個段落 看到那個先生好像還在那邊 他就過去給他關心一下說 先生 我想請問一下你的情況是 這個時候就看到這位很冷靜 臉色發白的先生 一坐在那裡 你先生就緩慢的把他背上這件外套拿下來 就這樣 拿下來 這麼多一機有看對不對 他可能跟人家現在都插進去 他不敢拔 因為怕拔會出事 那也不知道多深 他就在那邊等 他完全沒有那個 他就是繼續 他們叫他等 他就等 所以人家真的是很厲害 能忍是這種 像那種殺豬的 後來都40歲以前就退休了 真的 校成在幾個歲有遇過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就是說 動手打人 對不對 其實還有一種 比動手打人更恐怖的 就是有一個那個 就喝醉的一個 60歲的一個阿伯 結果他露倒 他喝醉露倒的時候 他頭就撞傷 結果後來就被人發現 就送到計程師去 一送進去的時候 當然醫生要檢查 因為他明顯傷口 是在頭部這邊 所以他那個醫生 就準備要檢查的時候 沒想到這個阿伯突然醒過來 所以我非常同意就是說 以後對於喝醉酒 到進急診室那些人 要特別處理 而且我覺得要 這個費用要高很多這樣 這個不能說不給他健保 但是要他自費 對 就是自費 可以幫你醫醫 但是要自己付 自費的筆 你一定要讓他自費 就好像我們呼籲說 台中就已經開始了 台風天你登山 如果要人家去救你的話 救援費用你要自費 這樣才可以減少 對 不然救男人也是人 對 後來之後阿伯就 一醒過來就看到 因為可能痛 馬上一個拳頭就砰就下去了 就下去了 然後當下那個醫生 就砸到他的鼻子上去 那個醫生鼻子 鼻血要冒出來 冒出來之後阿伯 喝醉的人特別盧 他喝醉了之後 然後打了醫生 他也認為就是說 那個醫生是在找他麻煩 然後就開始要去追打 那個醫生 後來之後阿伯被制服了 制服當然就是 那個院方的話 就是尊重醫師的決定 決定告他 這個訴訟才剛開始告沒多久了 就出現一個很怪的現象 什麼現象 一般來講 你碰到這種情況 大家就會閃 那邊你來跟人家道歉 對不對 覺得阿伯是什麼 阿伯是每天要站在醫院的門口 拿了一個牌子 就是我們打麻將那個牌子 拿著在那邊等 等醫生下班 他要幹嘛 他不曉得要幹嘛 但是那個醫生 其實有看到 這個月有了也跟他講 就是說 有一個人怪怪的 一個阿伯 然後就拿了一個牌子 那個阿伯就看那個醫生 就籌集的是 你總是會下班 你下班出來的時候 他說坐什麼車 他就在門口那邊等 等你 然後等到他車子過來的時候 他就拿那個牌子在那邊揮 你知道 揮完之後 他馬上就騎著摩托車 就跟著那個醫生 醫生一開始也不太敢回家 甚至第一次被跟的時候 他還到派出所那邊去 結果警察沒辦法處理 只要說 你覺得你被威脅到 問題是 他沒有明顯的 這樣的一個暴力的舉動 或者是有一些恐嚇 讓你心生畏懼的 這個行為出來 他拿的是牌子 不是棒球棒 或者是開扇刀 如果他今天拿半條棒 然後開扇刀的話 那有危險性 牌子的話一打 可能就斷掉了 所以變得就是說 這個阿伯就 不斷的找他麻煩 跟了多久 跟了他三四個月 跟了三四個月 又拿每一折 那個什麼院方的法務 也出來跟他談 然後保全員也跟他勸 然後還有其他的什麼 那個護理長都跳出來 跳出來就是跟他講 阿伯不要這個樣子 逼到最後的時候 這個醫生後來之後 只好請職 離職之後 離開這個醫院 到別的地方去 第一個 他沒有侵害到你 你還真是 對 但他有沒有困擾你 有 絕對 對不對 再來你是醫生 他就吃飽 永遠沒有事情 他跟你家裡的老人 還要錢 還有一種更糟糕的是哪一種 那個是在新北市的 有一家醫院 那個還是公立醫院 那也是一個護士 就是有一個人 一進來之後 然後送他媽媽 因為媽媽高血壓 進級忍事 就那個護理師 他就講說 按照流程 你一定要先經過前面的流程 你必須要有減傷的狀態之下 才能夠怎麼樣子進一步處理 只是這樣子講一下而已 我會講那個人就不高興了 不高興的時候 他也破口大罵 三十斤就出來 那你一出來之後 那護理師受到這種 一開始還能忍 到後來就說 你講到不要那麼不客氣 就回應了這麼一句話而已 那個 就看那個男的 那個四十多歲 快五十歲那個男的 就打個電話一出去 一出去之後 這個護理師後患無窮 為什麼後患無窮 他是一個某 他是一個世代 世代表 明代 世代表 因為他們都會 都是一條龍的 都一塊 就打給縣議員 因為那個議員 不是屬於新北市政府管的 然後之後 縣議員一看 就打給立法委員 就說一條邊人 立法人就去衛福部那邊 然後去相關的那個 那個單位去施壓 施壓到後來最後的時候 那個護理師 那一年的考期超爛 超爛 超爛的時候他就開始覺得很委屈 他也知道怎麼回事 因為當下 他跟他講 我跟他講 我一定要弄你 然後你自己看了吧 你這樣 他就跟那個他上面的主管講 你知道主管跟他講句什麼話 他說 沒關係啦 我跟你講 因為考期都會有高低 今年你就犧牲吧 先犧牲吧 明天我再幫你喬好一點這樣子 這種美國話都講得出來 我還是跟很多明代講 不要太臭屁 尤其是什麼 去喬病房這種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 醫護人員很無辜 很無辜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到我們現場 有時候護理人員 因為他也整天很忙 不是每一個都那麼有耐心 所以有時候萬一言語得罪人 真的會招來無妄之災對不對 會 從這個急診 門診 開刀房都有 那我現在 因為太多了講可能要講很久 我們就講說 基本上遇到一個打點滴就好了 這個是一個真實例子 我學妹就幫了一個 全世界七少的動物 叫做Baby 小朋友在打點滴打 本身就胖 就不好打 血管又難找 那四肢都找完了 已經打了五針了 第六針要打的時候 只好剃頭皮 只有小朋友有 小朋友在這邊剃了頭皮 因為比較明顯 正要打 好不容易打上了 這時候膠布貼好了 結果小朋友就手 一放鬆就一揮 第六針就跑掉了 這下跑掉的時候 家長已經夠火大了 就馬上就大罵說 你到底是要衝一下 我那個學妹也很急 她就回了去說 你小孩是活的 她會動 我怎麼知道 然後我學姐站旁邊 就當場昏倒 因為在講那句 你小孩是活的 當下就啪啪 我學妹就被打了 然後我學妹就很難過 但是回來 當然我要講 病人拔管子掉了 叫我們檢討 我覺得不合理 那個尿管拔了 叫我們檢討 我也覺得不合理 可是這件事 我是第一次贊成 我跟學妹說 學妹你怎麼會講人家小孩是活的 這個就是我講的說 我們常常在講 暴力衝突的時候 其實引發一個點 其中有一點就是你表達方式不對 你跟人家講說 學姐你很胖 小姐你這個學哥很難打 她就會覺得說你言語上侮辱她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會說 從年輕的我們教她說 先觀察 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先看看手拿一拿摸一摸之後 你沒有把握就告訴她一句說 等一下打針趕快就閃 趕快就叫學姐來 學姐一來一看 有把握就打 沒把握再閃 再叫一個來 但是千萬不要一次超過三個 一旦超過三個 他們就知道這個是菜鳥 這是中鳥 這老鳥 所以你每次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很穩定 我跟你講 我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我的血管非常難打 所以我有一次也是 因為高血壓到太嚴重 醫生叫我一定要感冒 一定要住院這樣 結果那個要來上點滴的時候 我都會先跟他講 對不起 我的不太好打 麻煩你了這樣 然後他就說 沒問題 我是我們護理站 最會打的 最會打的 這是我們二十年以上的 都會這樣教 對啊 我就說那就好了 OK 結果他打了一個 這邊打不進去 打這邊也打不進去 他說 你等我 這樣 等等 我說不好意思 是我不好意思 我血管真的不好打 後來他去找了 那個護理師 護理長 就是他們那個護理站的那個 就是阿長 阿長 結果阿長來 很難嗎 搓兩針他不好意思 他說你等等 就走了 OK 就這邊亮也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是穿那個開刀房的袍子 他們去開刀房調一個上來 這樣 我說請問你貴姓 先不要問我貴姓 我針上了你再問我 然後 他說 後來他就一針針的上去了 他說 好啦 我姓洪 人稱洪一針 對 我們也都這樣子 因為都叫我陳一針 不是 我跟你講 我一點都不敢怪護士 因為我那個是 即使胖進去也會 血管也會挑破的 就是非常非常難打 我是人都對人 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所以 要培養你這種心態 有一些名醫 他們行醫多年 不翻傳的重點 就是他們都會適度的 讓病患知道 你這個病很難 對 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 在跟另外一個醫生討論說 我有個朋友 他去給某某醫生開刀 某某醫生說 他這個又怎樣 非常難 他說 你不知道這個名醫的特色嗎 這個名醫很有意思 其實他雖然在外科 但他其實不算手巧 他開刀非常的慢 所以他其實平均 開刀時間 可能都比他同行慢多了 可是你知道那種快手 是很明快 可是他慢 慢但是很奇怪 他慢 但是他的客人不會快 怪他 而且他非常的有名 大家搶就給他排隊 後來他就說 你都不知道 他的特色 一 他就會先跟你講 你這個病有多危險 這個疾病 他多危險 死亡率有多高 第二 他有多難開 因為你的血管又怎樣怎樣 他如果兩條是怎樣 其實你也搞不清楚 第二 他告訴你很難開 第三個 因為我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我努力幫你試試看 我們希望可以成功 然後接下來最後一步驟 就是 經過我們這麼久努力 恭喜你 我們真的 現在目前看起來是OK的 他不會說我們成功了 現在目前看起來應該是OK的 所以你那個心一直選擇 一直覺得是我對不起醫生 我這個病這麼難 我這個體質這麼特殊 你這麼努力的幫我搶救 然後目前看起來還好 你看目前看起來還好 就是待會出事 也是我已經告訴你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後來沒出事 你真的是損醫 後來想說 真太神奇了 這個醫生他以開刀慢著名 但是所有患者都覺得他好強 對 可是我這個是因為我自己試過很多 我自己知道 像校成會罵人家醫生的 那個當時是因為人整個 你罵他TND的胡說八道什麼 對 那個情況是這樣 因為當時因為阻斷在玻璃 還沒有被驗出來 就找出來那個病因 我那時候是在那個醫院裡面的時候 因為被同事送進去 送去的時候 那後來之後 就當他們打一些那個 應該是讓我睡了 我那時候是睡著了 睡著之後 快要醒過來的時候 我就聽到那個主任 就跟我們弟講說 我沒辦法 因為他已經 一個小時打兩隻淚馬飛了 他說我不能夠再打第三隻 因為那是不允許的這樣 然後我弟就說 那我哥現在還在痛 你總有什麼方法 因為我想病人的狀況都一樣 加水的希望也是 希望能夠減輕我的痛苦 最後那個醫生就說 我現在也沒辦法了 我看你只能等你哥 他就這樣跟我弟講 等你哥痛得昏過去之後 然後他就沒有知覺了 你知道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多火啊 我那時候我記得人 躺在那邊躺上去的時候 我其實已經習慣了 我一聽到這句話 整個火全上來 一上來之後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大法師 你知道 人本來就躺得好 就這樣砰就這樣起來了 你知道 我就這樣碰起來 就說你知道 結果看他講這樣 三個字 不是 不是這麼難聽的 Tmd Tmd 然後呢 你知道胡說八道些什麼 然後我就咚 就再回去 然後我就睡著了 之後的話 我就再醒過來的時候 是在家務病房 他插滿了一堆管子 這個不能夠算我的錯 我不是故意的 在當時生病的狀態之下的話 其實心情本來就不好 而且那時候我就在疼痛 聽說有個急診室醫生是 因為車禍送進來 結果家屬怎麼了 我小孩怎麼了 他說應該是沒救了 就被打了 有 我們醫生也是 在我們開刀房也常進發生 講實話也被打 對 他就 其實後來我們有 所以沒救了 沒有救了我們不能講沒救 他講說我們盡力強救 試試看 不是 那個叫做 壞消息的告知 在我們急診室有一個 像有一次我被叫到急診室 說有一個病人家屬 他就開始在吵 為什麼 因為有 他這個病人 他的家屬 他兒子就是被機器 從手這裡輾過去 中間這一劫都爛掉了 但是前面的手都 看起來都是好好的 我當然就知道說 他在想什麼 我就跟志偉中叫他過來 在旁邊看 然後我就跟家屬 也都交過 然後把傷口打開的時候 我就跟他 我就看著傷口 都看了很久 然後再嘆一口氣 然後才跟家屬講 先生 這是妳兒子嗎 他說對 我說我知道妳是不是想把 這一隻手把它接到這裡來 他說對 醫生妳怎麼知道 我說我醫生當這麼多年了 你看我頭髮這麼白 我當醫生當這麼多年 我當然知道妳在想什麼 我跟他講說 這個手是不能這樣接上去的 因為這樣接上去 沒有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 以後走出去大家都在看 他也沒有辦法做醫師來正常的工作 結果家屬就能夠接受 然後我就跟住院醫師講說 我剛才為什麼要看很久 然後又看一口氣 這個就是讓病人家屬 他心理建設 他知道這個是 壞消息要告訴我了 先 我說我怎麼不知道說 這個要截肢掉 但是骨科醫師就跟他講說 要截肢 所以病人又開始在 家屬就這樣大吵大鬧了 然後我就可以把他這個安撫下 就是表達的方式 對 壞消息就是要讓他有心理的溝通 有準備我們再來跟他溝通 我是覺得有些年輕的醫生 他可能就是 因為他講話比較直 像以前的時候我有個同事 他因為出車禍 後來那個整個右腳是被那個 那個貨車輾過去 也是整個都爛掉了 整個碎掉這樣 那他也連了嘛 就這樣送到了那個 一個很大的醫院的那個計程室 我後來趕過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 看那個什麼醫生 你知道那個醫生的表情是什麼 你知道 家屬醫生講說 可不可以那個盡量救他 把他的腳救回來 你知道 他就這樣子 沒辦法 截肢 你知道那個家屬 就要整個火都起來了 你知道 所以今天這一集 醫生就要聽好 盧醫師有教大家 你就要一直看 然後看多久 至少要看個15秒嘛 對不對 對 然後還要再嘆一口氣 對 重點要嘆一口氣 要嘆一口氣 你給人家一點緩衝 對不對 明知是這樣也要 七百年前 就有一個醫師 叫做 張崇政 他寫了一本 叫做儒門釋青 那個時候他就說過了 醫生如果講實話 跟家屬的期待 完全不同的時候 沒有人會信你 所以那個時代 醫生就知道了 如果你要家屬順著你的話 你就順著他的講 講完了之後 順便還可以賺一點錢 但是說實在 我們現在學的是另外一套 就是說告知換消息 你要先摸清對方在想什麼 才能夠告 對 要多一個步驟 好 其實我們急診室的醫師 最怕是小混混 剛才在講那個大哥 那個其實都不是問題 有一個大哥被砍了 兩三刀 來的時候 小弟一直鬧哄哄的 我就跟那個大哥 跟他們想說 先讓我先幫他止血 他們最怕的就是 失血過多 一點流血 其實很多的傷口 像說三公分的割傷 他壓一下就好了 我們以前的軍訓 裡面都有包扎 加壓止血法 直接加壓就有效了 但是我們在這種大哥 在的時候一大堆小弟 我們要怎麼辦 他就被 我看著他身體就刺絨刺縫 我就跟他大哥講說 來 你這個咻得好漂亮 來 我幫你把它咻補好一點 結果因為他喝酒 還是在那裡亂動 我就跟他講說 大哥 你那個龍虛 你在動的話 等一下我那個龍虛沒有對好的話 歪掉這個會變很難看 結果他就乖乖的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有些時候我們在評論一些事情 可能當事人會覺得我們站著說話 不嫌腰疼 可是坦白講 就事論事的時候 你自己門心自問 有些是不是真的要過度醫療 比如說這邊我們就請劉主任分享一個 已經是乾濕了 急診是救人的地方 如果送進一個人來 他已經死了 而且是可以救的 我們當然一定要救 但是今天送進來的這一位 一個他的外勞 跟著救護車進來 我們一看就知道 可能已經死很久 為什麼 他的手腳都已經乾了 不是溫的 嘴巴已經硬掉了 所以我們一看就知道大概沒救了 不可能救活了 已經是死亡了 對 而且嘴巴根本挑不開 因為我們一開始一定要建立呼吸道 插管 這個嘴巴是硬的 打不開了 還有心跳嗎 一定是沒有的 冰冷的 所以說到底死了多久 沒人知道 沒人知道 好 這樣的狀況 所有的人大概都束手無策吧 沒有濕臭嗎 乾掉了 所以好像沒什麼味道 我不曉得有什麼樣的方式會變成這樣 至少他是死了 所以我們沒辦法救 那只好跟他解釋說沒辦法救了 已經死了 好 他說不行 他還活著 你必須讓他活著 為什麼 沒辦法救了 他說因為他的子女還沒回來 我說那子女沒回來也可以宣布死亡 他說不行 因為家產有好幾億還沒分 我說那也不行 因為醫院急診室有他的規則 人如果宣布死亡之後 多少時間之內必須清出來 而且要消毒什麼 這些東西都要做的 對 我們這樣講他不准 不准我們宣布 他不行 沒有死 你們這樣講是錯的 叫他轉院 他是沒有轉院 他出去一會兒 結果來一個法師 當場就在那個床位旁邊 坐法起來了 這個 這個真是浪費 浪費一個急診的床位 而且是 真的 這個已經是 不是一般人能夠接受的一個行為 是 是這樣 這個有時候也會遇到家屬 不理性的一些要求 像我遇到一個癌痺 他用呼吸器到最後已經停掉了 結果病房就跟我講說 家屬已經聯絡好殯儀館 他說他要送一個冷凍櫃來病房 要把病人放在冷凍櫃 呼吸器說要繼續用 不要讓人家撤離 怎麼辦呢 我就到病房去 我說那個 陳先生 陳先生 我說你 爸爸這個呼吸器 這個還裝著 我們代表他靈魂都還在 你這樣把他晃到冷凍櫃去 他是不是會覺得能死了 結果家屬想一想 對 結果叫他再搬走了 結果就同意把他 撤離他的呼吸器 有時候就是要見情況 用人家可以接受的一些觀念 就把他解釋 然後讓他接受 是 所以難怪他沒有被打過 OK 因為他真的很懂得同理心 我想問一下 健保之外 現在就是說 很多時候大家想要看 自費而不可得對不對 對 現在是這樣子說 比如說剛剛我們都會提到說 假設有那些奇怪的狀況 不論你是打人或是特殊要求的 甚至連醫生要叫你自己付錢 都是不可能的 因為健保都有規定 所以現在有一個大的問題就是說 有時候你被要求的自費 不是你其實不需要付那些錢 但是有時候更慘 是你想要自費要好藥 你都不一定有 比如說什麼叫做 有時候你真的不需要付那自費 我記得之前 有一個人他說 他的父親 就是一直有一些腰痠背痛的問題 然後越來越嚴重 連走路都有一點點 就是一走路就不舒服 輾轉已經看了好幾家診所 都不會好 所以後來他就去了一家大醫院 那家醫院的醫生據說非常的神奇 他光看你走路姿勢 他就可以判斷 你大概是哪幾個腰椎 胸椎哪裡出的狀況 他說他很簡單 這以我這麼多年的經驗 就是你這個走路的姿態這樣 表示你問題在哪一個哪一個椎 之前的醫生都醫錯了 你覺得神醫是不是用 光用眼睛看就知道問題在哪裡 這神不神 這神 你就很信 結果後來他果然他檢查之後說 我覺得你這個必須要做什麼 你要做一些置換的手術 你知道他光是做那些頸椎的置換 有兩節椎體 做完手術 因為他要做那種顯微 小傷口從前面進去 從器械到置換的那個 放進去的東西 到整個手術 兩節自費將近100萬 好了沒 那段時間覺得開始復健 覺得好像也要好一些 好一些 後來覺得好像也還不錯 結果你知道嗎 最終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 這位先生他死於什麼 他死於攝護腺的癌症 後來才發現 其他很多的疼痛 並不是那兩節椎的問題 是他的骨轉移 骨轉移 癌細胞轉移 他已經到第四期了 所以第四期的那個 攝護腺癌 那個癌細胞去到的骨頭 去到骨頭 他會吃掉你的骨頭 所以他也會非常嚴重的骨骼疼痛 可是我並不知道 我那個朋友他說 他不知道醫生當時在做這個 他看到的這個 有問題的骨折 或者是頸椎的變形的時候 有沒有去注意到 其實他已經是一個癌症的 轉移的地方了 是還是你覺得 可以處理到就處理 結果沒做 結果問題就變成說 他花那些錢 結果最後他父親 在一年之後 他就是攝護腺 第四期就死掉了 可是問題你會覺得說 那醫生怎麼樣這樣 可是現在有時候 有些醫生 部分的醫生他可能 喜歡叫你做自費 可是更多的醫生 他根本不敢叫你做自費 之前有一個醫生 他就跟我說 現在如果你跟病患說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他就會覺得 你想要賺我錢 所以他覺得我乾脆不告訴你 所以有一些比較好的藥 事實上 可能你必須要自費 他乾脆不推薦 因為他說我今天一推薦你 你就會叫我 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是不是要賺你錢 所以他連講都不講的情況下 病患根本不知道 你有這個選擇性 因為他覺得 那就是這樣子 後來去問了別人才知道 不是有別的藥嗎 後來醫生才說 我根本想說 我如果跟你講 你會覺得我是要賺你錢 既然健保有藥 我就用這些藥 幫你醫就好了 我就不要跟你講其他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 大家對這種自費的心態 反而造成說 有些人他真的錯失了 他一些可能其他的治療選擇 這是比較麻煩的 有聽說現在健保更方便 我們身體也不比較好 你知道嗎 真的 因為第一個 我們就依賴了 第二個 健保因為這個被濫用 所以那個藥價 我跟你講 比糖還便宜對不對 而且你仔細看 像我就很明顯的發現 因為我只要一感冒 我一定是鼻過敏 一定要吃抗組織胺 因為我們要鼻塞 會流鼻涕 沒有辦法主持 你知道 十年前還可以拿到叉叉 叉叉什麼糠 一個像 我都叫曼陀珠 像曼陀珠的 內科 那個好不好用 克萊 克萊 對 內科 很好用對不對 一科就好了 現在沒有一家醫院開那一科藥 因為說太貴了 有 但是要自費 你自費也不一定有 沒有 要看醫院的藥 其實應該是說 像你剛剛講這個問題 我們因為延續兩位的問題 就是我們曾經發生 就是我們給病人了 他也開了 也弄了 當時他是兩個 他只要7顆 健保只給付7顆 他說他要出國 所以他要14顆 那是不是要7顆要自費 結果他要帶出去 出國回來之後 他去健保去告我們 我們就說 他說明明是健保的東西 他不叫我們自費 然後我們還敗訴 我們還賠了好多錢 所以這件事我們都知道 所以後來很多醫院 乾脆就不要 就不要跟你講 他跟你明馬實價講好了 你他鬧好煩 他都已經簽了 有些人是這樣 簽了自費同意書 然後之後 你治完了 你幫我治完了 我也同意了 然後出院了對不對 都好了對不對 還再去申訴 為什麼沒有看到他的同意書 你把他的同意書給他看不就好了嗎 我們這個法官判是判怎樣 你知道嗎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病人告訴他說 醫療我們不懂 醫生講的是術語 法官永遠接受他說他不懂 OK 我跟你講都是法官的問題 他說他講的是術語 一直是法官的問題 你自費呢 我 醫院有什麼自費的話術 因為我每半年 就要去打一次核資公證 我就要去照一次核資公證 這樣 核資公證的話要打那個限計 結果在之前那個醫院的時候 結果他就 我那時候不知道填一些資料 準備就排時間 排時間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 醫護人員他就跟我講 他說胡先生我跟你講 你要自費還是 健保還是自費 我就說我們不懂 差在哪裡 他說 他說因為健保的那個限計 他說他比較不會有人過敏 有些人會過敏 有些人過敏 他會有那個什麼 像蕁麻疹那種東西這樣 那自費的話有沒有 就一千五百塊錢 我再講一千五百塊 然後那種會比較好 那你想 我是一般的病人 我怎麼會知道哪個好 哪個不好 一定是聽你們的話 那竟然想說 那這樣子會比較好 我就OK嘛 就自費嘛 也不是沒給你通告費 就自費嘛 不是吧 一千五 對 然後我就真的就自費 自費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就 排到時間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 也是這樣子弄完 弄完之後一出來 那個針還在那個上面 還沒拔掉 我就覺得很習慣 怎麼搞 覺得臉上有點癢 我就開始在抓這個 抓抓完 不對 怎麼搞的 手上又浮起來一塊這樣子 就是浮起來一個痘痘的感覺 可是他有點刺痛 他不是只有癢而已 他只有刺痛 我想那什麼東西 到最後的時候 後來我就受不了 我就跟那個什麼 那個裡面的護理師 我就說 對不起 你們幫我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狀況 這樣子 其實我那時候臉上 已經有一顆顆已經起來了 就是那是蕁麻疹 這樣 而且特別癢這樣 結果他說 不對 你過敏 我想 我那時候心裡想 我自費耶 我自費怎麼還會過敏呢 以前我會不會白花了嗎 最好像在哪邊 最好像他叫我 坐在那邊 叫我盡量喝水 然後坐在那邊 讓我留院兩個小時 他不是讓我走 他怕我出去的時候 會有狀況 這樣 我原來就坐在那個 什麼那個 就是他們那個 照核磁公正 還有包括S光的 那個區塊 旁邊那個座椅 坐在那邊 三不五十的時候 就會有醫師過來看一下 好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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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感覺 那感覺是很差 那就是說你不適合自費的那個東西嗎 你用那個比較便宜的 就可以了 命沒有那麼好 就沒有王子命 這樣 不是啦 這個就是你沒有測試不知道 這你不能怪人家 像我們就是用自費的就很舒服 只有打進去熱熱的 對啊 所以只有兩個判斷原則 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說 當他請你自費的時候 請你先相信他 如果說 除非那個是你的經濟上 覺得他真的非常的昂貴 或這個手術 其實他相對的不是 那麼簡單一下手術 那你真的可以 再問一下其他家 比如說剛剛那一千五 老師說以胡孝成的財力 他不應該考慮 就一千五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他是十五萬 比如說他要做一個 白內臟手術 或我做一個什麼支架 兩支或什麼 他可能錢是多的 這時候每個醫院 可能有價差 每個醫生可能 有不同的選擇 你就可以考慮說 我是不是問一下 其他醫院的看法 其他醫院可能 第一個他覺得 根本不用做這個 或者他開的自費的額度 就沒那麼高的時候 你就去做選擇 但有一點是天人交戰 就是A醫師醫術很好 他的自費的醫材很貴 B醫師沒有名氣 他自費的醫材很便宜 這現在天人交戰了 這個很貴 這個一樣的手術比較便宜 你要選誰 有時候真的是 就是說你經濟能力許可的話 就是有比較多的選擇 真的沒有錢 他也沒有的選擇 對不對 那也就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真的 我們健保就是這樣 對不對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好我覺得這個節目的最後 讓我可以稍稍微的宣傳一下 做好事小組第八年推出的工藝蛋糕 今年叫做第八年 所以八就是發 所以叫做發心做好事 這個是用的是北海道的生乳酪 我們非常感謝的 今年是九九金 這家烘焙店幫我們製作的蛋糕 我們今年要捐給唐市政的基金會 你知道唐寶寶有多少 唐寶寶喔 對 非常多 他們這個基金會已經服務了 3萬多個唐市政的家庭 唐市政這些小孩 他們學東西都會比較慢 要加倍加倍的一個時間 而且也希望今年的這個蛋糕的錢 捐給他們 就是可以幫他們做一些教育訓練 這樣子 所以各位可以上我們的粉絲團 可以到Heardby網站 MOMO到黑貓宅急便 到Sevennet 到太多的網站了 我們的臉書 我們的粉絲頁裡面會公布 然後去訂購 每一個蛋糕我們捐100塊錢 給這個唐市政的基金會 希望大家能夠響應 那吃吃看好不好 好 可以吃了嗎 看好久